大家好 我是南华研究院袁敏 那么那边俄乌战争还在持续 这边我们看到巴以冲突又爆发起来 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暂时升级 又一次加剧了原油市场的波动 虽然巴以并非产油国冲突开始 国际油价也并未出现市场预期的大涨的行情 不过如果后期局势升级的话 更多的这种中东国家被牵扯进来 不排除会造成原油市场的供给产生冲击 那么进而出现价格的大幅波动 这里面可以关注两点或者说两个国家 这是最主要的 一个是这两年美国在推动以沙关系正常化 那么两国关系正常化绕不开巴拉斯坦问题 以色列愿意就巴拉斯坦问题做些让步 那么沙特也愿意在尤加高企的情况下去增产 来促成美国推动的沙乙关系正常化 现在的局势演变势必造成沙特以色列和解进程的一个搁浅 沙特减产策略边际放松的可能性也会再下降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近年虽然伊核谈判一直处于隔制的状态 美国对伊朗的原油出口其实一直还是保持默许的态度 蓬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其实伊朗原油产量已经从248万桶每天增长到280万桶天 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它的出口量也从每天78万桶上升到146万桶天 如果后期伊朗介入那么也不排除美国会加强对伊朗制裁的可能 那么全球原油供应的市场将面临进一步收紧 从而导致油价面临上行的这么一个风险 事实上目前欧贝克已在实施的减产策略已经造成了市场的供应紧张 那么历史上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大规模的中东战争一共又发生了5次 对原油市场的供应和运输等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比如70年代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甚至导致了全球的石油危机 进而导致了经济危机 那么油价在当时涨了4倍 所以说如果目前的巴以冲突持续并升级的话 那么势必会加剧未来整个原油市场的大幅的波动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